各位好 我是李必秀 欢迎您收看大爱夜间新闻 今日聚焦首先为您整理几则国内外的新闻讯息 首先是印度一辆承载大约50名乘客的双层巴士失控 清晨4点多冲撞高速公路的护栏 之后坠入12公尺深的河流 造成29人死亡 18人受伤 造势原因疑似是司机疲劳降使大瞌睡 台北市立动物园热带雨林区明天即将开幕 历时13年打造出6个户外活动区以及1个室内馆 由于馆内空间有限 每天进场人数将会控管 一天只能够进去19200人 国建署分析台湾近视盛行率落在国中三年级学生高达8成9 高度近视也有2成8 而近视属于不可逆疾病 即使雷射也改变不了眼球的形状 医师提醒每一年要定期检查视力 未满两岁孩童避免看荧幕 每天也要在户外活动2到3小时 才能有效预防视力恶化 气喘后发的时间大多在秋冬季节 但是医师表示今年的夏天 气喘患者变多了 原因是频频出现早上大太阳下午下大雨的状况 温度湿度变化大 导致高危险群气喘症状发作 也热夏天来杯冰凉饮料小小暑气 但有些人喝太多身体马上出现不适反应 有吃冰棒吃太快或吃太多了 会咳嗽还有会有一个哮哮的声音 夏天的时候如果从外面热乎乎的 然后进到冷气房 其实就会开始咳嗽 那或者是说在吃到冰的食物 或者是闻到一些烟的味道 香烟的味道 或者是有灰尘的时候 常常就会开始有咳嗽的情形发生 孩子的状况就是气喘发作 医师表示孤王气喘好发于秋冬季 但今年夏天天气多变 导致因气喘求诊的民众 比孤王多了一到两成 因为温度和湿度变化 就是气喘患者的过敏源之一 过敏刺激产生我们所谓的IgE这个抗体 然后再产生一些 这个4E红性白雪球的增加 或产生一些我们叫做肥大细胞的增加 这些细胞的被活化之后 会产生跟过敏相关的发炎物质 就产生呼吸道的筋软跟发炎 所谓气喘是支气管敏感 因此肺功能差 年纪大 呼吸道敏感 吸咽者和有胃食道逆流 或心脏衰竭的患者 都属于高危险群 平常生活就要远离过敏源 另外还有一种 平常肺功能没特别问题 却也是危险群 气喘主要症状是咳嗽 还有胸闷 笑名 呼吸困难 医师表示只要长期咳嗽 吃药也没有好转 就要尽快就医 很有可能是气喘在作怪 大约新闻聆听科兴志 林立一 台北报道 怀疑视角 首先要来关心的是 中国大陆在周末的天际状况 有很多地方下大雨 包括了广西壮族自治区 福建省以及甘肃省 都出现了阴水灾情 其中福建省因为有 一万三千人受到影响 所以当地政府赶紧发放物资 还有甘肃省世界遗产墨高窟 唯一连外道路 一度遭到洪水冲断 抢修之后已经恢复通行 滚滚泥水倾泻而出 当地政府出动怪手军队 来帮忙抢通道路 这里是中国大陆甘肃省 因为周末降下大雨 冲怀通往位于敦煌市 世界遗产墨高窟的 唯一连外道路 不过经过两天的紧急抢修 目前已经恢复通行 当地政府宣布 可以重新让民众进入 但是在华南地区 福建省多数地区因为大雨侵袭 南平市顺昌县三小时之内 就降下近一百毫米的雨量 民众的家都泡在水里 因此受困家中 估计九点多开始就开始忙上去了 今天好像十点多开始 到十一点都才开始了 才好一点的 水最高估计我这边是淹了一米左右吧 我听他们讲下面是有一等高左右 根据官方统计 将近一万三千人受到大雨影响 周南队员紧急撤离三千五百人 另外还有两万户住家的电力 一度遭到中断 当地政府已进行抢修 在灾区发放物资 并且协助灾后清理 而同一时间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也是大雨引发淹水灾情 一辆载有二十人的巴士 就这样被困在路中央 动弹不得 索性消防队紧急出动 才顺利将人救出 气象单位表示 华南地区将会持续受到 坏天气影响 提醒民众要提高警戒 严防可能引发的土石流 和烟水等灾情 大爱新闻笑容编译 还有慈记 在一代气旋重创的国度 莫三比克 援助的进度 现在是中长期关怀重建计划 当地志工带领着一批年轻人 为平病长者整修屋设 利用慈记所发放的农作建材包 就地取材 一天之内就搭建完成 一代风灾后 这是他们的家 贫困的生活 因灾难而更困难 村里的年轻人 在慈记志工带动下 穿起了志工背心 要帮他们盖房子 就地取材 为阿嬷搭好了墙 绑上了铁丝 盖上回收来的帆布 赶在夜晚到来前 有了遮风避雨的家 告别时 还不忘送上必要的生活物资和食粮 阿公也同样有了坚固而且方正的住所 他和孙子一家五口 今晚终于能够安心入睡 爱是他们的家最重要的栋梁 在提卡村64岁的里卡多在市场修脚踏车 为的是要存钱盖房子 风灾后他居无定所 现在住的是没有屋顶的废弃房屋 志工们在了解状况后 立即动员搬来茅草和木条 利用瓷剂的建材包 从整地到绑铁丝动作利落 对于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里卡多感动莫名 这个家让他的心不再孤单 也让帮忙的年轻人找到了桂树 社区里彼此互助 感受到爱 让这片大地更温暖 更有朝气 大家新闻之间美志工 苏伯加查尔斯 莫森比特报道 慈祭在非洲慈善关怀的国家 已经有第九个就是尚比亚 而居中牵线的是马来西亚 一位实业家肖清顺 这则新闻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他投入这个行善行列的因缘 没有大老板的架子 肖清顺在南非慈祭之工第二度 跨国到尚比亚关怀的三天行程中 全程担任司机 边学边做也感受尚比亚 本土之工的成长 虽然他们这一群人也是穷 但是还有比他们更糟糕的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积极 看到他们的成长 看他们的付出 就那种心情就是非常喜悦 整个村子有很大的心 态度谦虚是肖清顺给人的第一印象 从事道路建设事业的他 走过了非洲十八个国家 如今因缘际会协助磁济在尚比亚 拓展慈善职业 尚比亚的因缘主要是因为在西部 由于这个天气的变化 所以干旱两年 那边的孩童营养不了 有一餐没一餐的 到最后连因为没得吃 所以连学校都没有去上课 所以希望来帮忙 在尚比亚 孝清顺和慈濟都跨出了爱的第一步 而这爱苗早在八年前 就种在孝清顺的新田里 二 三 孝清 开始主要就是孩子 两个要到我们学校 那么因为一亲一子 当时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 所以当时因缘不记住 然后思想也不一样 就觉得说只算自己做就好 虽然当初理念相左 但孝清顺没有因此关上新门 后来透过几次 参加实业家生活营的机会 找到了开启善门的奇迹 实业家到目前 我总共去了四次 就在这种因缘 就慢慢地对慈濟的了解很多 而且非常认同慈濟 因为这份认同 孝清顺先跟着南非志工 在史瓦地迷踏出了爱的脚步 今年四月 更把足迹拓展到了尚比亚 如今慈濟在非洲九个国家 都有爱心种子 他也深刻期许 希望有一天佛法跟慈濟 能够在这边砸根 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让他们脱离这个贫困 跟这个病毒 英国伦敦有一群厨师和美食作家 提倡永续发展食物 从食材原料 产品成分 制造方式 都符合不残害动物和环境 又能够提供足够食物给人们 而且大厨们很热心地 教导民众如何制作健康料理 在优雅的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中 正举办一场集结名厨和美食作家的 自助餐派对 特别的是桌上的华丽菜色 都是用在这座植物园里种植的食材 大厨们借此推广永续饮食概念 我刚刚在大厨里的训练 与世界上的大量的食物 我说 对 微量的食物 药基因素 有很多肉 非食物 他们正在看着我的肩膀 他们正在跟我说 我们正在工作 它是准备的 永续饮食 也就是不残害动物 少用只有高经济价值作物 烹饪的餐点 推广的厨师们发起了一个 叫做大厨宣言的计划 宣导这项能够保护环境 又能提供足够食物的用餐概念 他们看上了植物园里有些物种 正好符合永续饮食特色 像是非洲伊索比亚 当地两千万人的主食 整棵都能做食物 有抗饥饿之术称呼的向腿椒 作为高经济作物的咖啡 广受全世界的欢迎 但由于大量种植会危害土地 加上咖啡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面临绝种危机 专门研究咖啡豆的专家 也在提倡人们改种或改喝 可以抗气候变迁 对环境友善又美味的咖啡 另外厨师们也要教导民众 要彻底了解食材特性 这样做成美味菜肴时 也能够减少食物浪费的问题 像这位来自奈及利亚 专门钻研家乡菜的厨师 就在现场分享自身经验 推广永续饮食的大厨表示 因为能提供的餐点有限 在用餐人士之间 很难引起广大回响 但他们相信现在越来越多 餐饮业者开始关注永续饮食 要改变大众想法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大爱新闻 郑宇轩编译 国内讯息来看到台中启明学校 有一个视障服务工作队 学生们在学校学得按摩一技之长 毕业之后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就业 而这个团队的孩子有一个传统 寒暑假就到安养中心 或者是医疗院所服务 那么这两天他们所到的地方是台中慈激医院 我们是启明学校的工作队免费按摩 启明学校的按摩工作队来到台中慈激医院服务 不管是医护人员 病患或是家属 都可以来轻松一下 那感觉比较不舒服的吗 他的肩膀比较硬 有点僵硬 他在这方面可能他比较常用到胸这边 靠近胸这边他的比较僵硬 很舒服 你要不要试试 他用耳朵来看事情 他用手来触觉我们的身体 然后他用心去感受我们的反应 我觉得非常专业也很贴心 非常道地 我觉得真的是发为他们的良人 谢谢你 谢谢你 做得很好 按摩工作队这样的免费服务 是行之有年的传统 他们利用寒暑假到医疗院所 以及老人安养中心服务 刚接触的东西然后慢慢的摸手 之后就学习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机会留给准备好的人 视障的孩子要学习按摩 原本就比一般人 要困难太多 要升高三的黄仁鼎 国中三年级那一年 因为视神经病变而失明 原本情绪低落的他 看见爸爸的眼泪变得坚强 从小我没有看过我爸爸流眼泪 但是为了我爸爸 爸爸其实流满多眼泪的 因为基因的问题 所以说其实爸妈都很自责 为了让他们不要那么自责 就是自己站起来 即使要比别人付出两倍 甚至三倍的努力 也要坚持 只要有心就不难 这一群起名的孩子做了最好的权势 大海新闻 张俊阳俊廷台中报导 慈青干部训练营今天在花莲开营 今年是以黑客松的形式贯穿三天课程 希望引导青年们从自我认识 向外扩展到人际沟通 结合社会国际议题 脑力激荡出更多的创新思维 我就是能称最可爱的慈青守护精灵营 逗趣欢乐的戏剧生动表达 慈青在校园推广碰壁的疲惫 来到营队后心灵充电再出发的新生 69位慈青心血又年轻人的热情 开启2019慈青干部训练营 在那么多其实都是好的服务性社团里面 但我觉得在慈青可以学到的东西更不一样 在这个环境下更能够培养出悲天敏人的胸怀 编条纸上画下字画像 创意从认识自己开始 营队特别邀请致力于推动积极创新 与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台湾好事有限公司 共同创办人 引导创造思维新方式 每个人都要有创业家精神 比较大胆的思考 所以希望他们可以透过一些比较创意的方式 然后跳脱原本的框架 然后不要再被慈激的这样子一个大大的框架 然后给局限住 然后而局限了他们原本的创意跟想法 三天营队将透过自我认识 结合对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社会创新议题的观察 让这群青年密集脑力激荡 在秉持人文精神的同时 也找出吸引更多年轻人替社会付出的方法 大爱新闻中章坡 宋湘蒙 谢云山 换联报道 外交部安排了亚西级非洲国际精英领袖营 25人参访了内湖慈济环保教育证 他们是来自澳洲西部还有非洲国家 身份是政府或慈善组织的成员 对于台湾有这么多志工投入环保 这群青年相当的震撼和感动 纷纷表示要效法服务的精神 缘起台湾的慈济 慈善足迹已经踏上国际99个国家地区 环保科技也是爱的行动 慈济志工向参访团说分明 来自亚西级非洲12个国家 25位的青年精英 他们国家其实对于资源提出 还有这种环保在利用这些概念 都不是非常了解 那我们知道慈济在这方面 就非常有经验 所以今天就就有 希望透过他们来这边参访 了解说其实这些人都可以这样做 然后进而把这些的经验 带回他们的国家 和他们的人民分享 然后让整个世界更加美好 环保志工展示自己创意的解说本 大家才了解塑胶制品何其多 人们减少使用加强回收有多么重要 内湖慈浸环保教育站分类区里 宝藏多 变卖可以救助需要的人 回收再置也是珍惜地球资源 日本人资源的地区里的解释 根本来说 对于台湾的解释 你只能不能打造成这个 台湾的解释 你能够打造成这个 你能够打造成这个 台湾的解释 你能够打造成这个 程度的解释 到那个 你能够打造成这个 解释 解释 100只能够打造成这个 在我的城市 想要用衣服 因為衣服 會給全世界很多危險 親眼見證 在場的志工都是無私復出 志工精神 在這群年輕人心中萌芽 對 我真的想要 真的 我真的想要 你的生活如何 在我的生活 我認為我會選擇 醫療的人 以保護病人 無法付款 我自己的支付 大愛西文真善美之工 五零零黃鳳匡 台北報導 氣象小叮嚀要告訴你 明天中南部仍然容易 有震雨或雷雨 北部和東半部 則是多雲道晴的天氣 溫度方面 除了南部降雨明顯 高溫大約31度之外 其他地方普遍在33 34度以上 尤其是花冬 還有大台北地區 容易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此外限指數容易達到過量 甚至到危險等級 所以在外出的時候 要注意防曬 而且多多補充水分 比賣滅 五零零河 各種類的油 最多的動物 更多的動物 日本东京有一间 有迷你猪咖啡梯 因为里面有一只迷你猪 不排斥动物的顾客 可以前往消费 感恩您收看这节新闻 祝福您平安再会